当寒风渐起,末夜纷飞,我们迎来了历冬这一重要的节气。 据统计,每年历冬后的一段时间,中老年人因不当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健康问题显著增多。 不禁让人深思,在这样一个需要进步与休养的季节里,如何在寒冷的冬季保持健康,避免疾病的侵扰,成为了中老年人乃至全体民众关注的焦点。 正如古人云,冬者,天地必藏,水冰的彻,冬即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季节,也是人体需要格外呵护的时期。 在这寒冷的季节里,自然界的万物都进入了收藏的状态,人体也应顺应自然,调整生活方式,以达到养生的目的。 历冬后的十五天内,中老年人尤其需要警惕,避免那些可能损害健康的行为。 接下来,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中老年人历冬后最应避免的四件事,以其为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健康指南,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温暖、健康的冬季。 一、既盲目进步,虚寻虚渐进,历冬后,很多人认为应该大量进步,以抵御严寒,然而,盲目进步不仅无益,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 皇帝内经有云,春生下长,秋收冬藏,冬季虽然适合进步,但也要讲究方法。 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逐渐衰退,脾胃功能相对较弱,如果突然大量进食高热量、高脂肪的食物,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、血脂升高等问题。 记得有一位老中医曾经说过,进步如用冰,万不会伤身,他建议,历冬后的进步应该遵循循渐进的原则。 先从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开始,如粥品、汤类,再逐渐增加一些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。 还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情况,适当选择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中药材,如枸杞、红枣、人参等,但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 民间也有冬吃萝卜下吃浆的说法,萝卜具有清热化痰,消食除胀的功效,非常适合冬季食用。 中老年人不妨在日常饮食中,适当加入一些萝卜,既美味又健康。 二、既过度保暖,虚实度通风,冬季寒冷,很多人习惯紧闭门窗,穿得厚厚的,生怕受一点风寒。 过度保暖并不利于健康,室内长时间不通风,容易导致空气污浊,细菌滋生,增加呼吸道疾病的风险。 同时,穿得过多过厚,也会使身体出汗,一旦受凉,更容易感冒。 古人云,若药安,常待三分肌雨寒。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,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深思。 中老年人冬季保暖固然重要,但也要适度。 室内要保持适当的通风,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,每次不少于三十分钟。 同时,穿衣也要讲究层次,不要一味追求厚重,可以选择保暖性好,透气性加的衣物,乳羽绒服,羊毛衫等。 民间还有寒从脚下棋的说法,中老年人冬季要注意脚部的保暖,可以穿上保暖袜,免鞋等,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堵五脚,以免出汗过多,反而容易感冒。 三,既晨练过早,须等带阳光。 很多中老年人有晨练的习惯,认为早晨空气新鲜,对身体有好处。 然而,立冬后的早晨,气温往往较低,空气也较为寒冷干燥,过早出门晨练,很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,导致感冒,咳嗽等疾病。 皇帝内经中提到,冬三月,此未必藏,水冰的彻,无扰呼阳,冬季是阳气必藏的季节,过早出门晨练会扰动阳气,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 因此,中老年人冬季晨练的时间应该适当推迟,最好等到太阳出来后再进行。 此时气温相对较高,空气也较为温暖湿润,更适合进行户外活动。 同时,晨练的项目和强度也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。 中老年人可以选择一些较为缓和的运动项目,如散步、慢跑、太极拳等,避免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。 运动时间也不宜过长,一般孔只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为宜。 民间还有冬日晒太阳,胜似喝参汤的说法。 中老年人冬季可以适当晒晒太阳,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,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但也要注意不要长时间暴晒,以免损伤皮肤。 四,即情绪波动,需进行养性。 冬季寒冷干燥,很容易让人产生烦躁、焦虑等负面情绪。 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逐渐衰退,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,情绪波动过大,不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,还可能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复发。 皇帝内经中提到,新主神明,主明则下安,心情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。 中老年人冬季要保持心情的平和,避免情绪波动过大,可以通过一些静态的活动来修身养性,如阅读、书法、绘画等。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陶夜情操,还可以帮助中老年人放松心情,缓解压力。 同时,中老年人还可以尝试一些放松身心的呼吸操、冥想等。 这些活动有助于调节身体的内分泌系统,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民间也有心静则明,水指则清的说法。 中老年人冬季要学会静心养性,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,才能更好地度过寒冷的冬季。 中老年人还可以适当参加一些社交活动,与亲朋好友聊聊天,聚聚会,这样不仅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,还可以排解内心的孤独和寂寞,有助于保持心情的愉悦。 想象一下,历东后的一个清晨,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,洒在银庄素果的大地上,一位老人穿着饱满的棉衣,戴着毛线帽,慢悠悠地走在铺满落叶的小镜上。 他的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,那是他准备在温暖的午后,坐在窗边阅读的,阳光透过窗户,照在他布满皱闻显得格外安详的脸上。 那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。老人走到公园,找到一处被封的脚握,开始他的沉练,他缓缓地打着太极拳,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,仿佛在与自然和谐的共舞,周围是同样在沉练的中往年人,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,彼此坚不时地打着招呼,传递着温暖和关怀。 午后,老人回到家中,泡上一壶热腾腾的茶,坐在窗边,一边品茶,一边阅读,书中的文字仿佛有了生命,带领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 他时而沉思,时而微笑,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和满足。傍晚时分,老人邀请了几位老友来家中聚会,他们围坐在一起,聊着过去的趣事,分享着各自的生活点滴,笑声和温馨弥漫在整个房间, 让人忘记了窗外的寒冷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,立冬后的养生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,更是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。 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,对寒冷和疾病的抵抗力相对较弱。通过合理的饮食,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心态来调节身体,显得尤为重要。 在饮食方面,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,冬季进补确实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但进补也要讲究科学,不能盲目。 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营养需求,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和补品,同时,还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和多样化,避免偏食和暴饮暴食。 在运动方面,现代医学证明,适当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,增强身体的耐寒能力和免疫力。 中老年人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,如散步、慢跑、瑜伽等,这些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,还可以缓解压力,提高生活质量。 在心态方面,心理学研究表明,良好的心态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康复,中老年人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,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,可以通过一些心理调节的方法,如深呼吸、冥想、听音乐等,来缓解压力和焦虑。 历冬后的十五天,是中老年人养生的关键时期,通过避免盲目进步、过度保暖、晨练过早和情绪波动这四件事,中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身体,迎接寒冷的冬季,同时,通过合理的饮食、适当地运动和良好的心态,中老年人还可以享受冬季带来的美好和温馨。 正如古人所言,智者之养生也,必顺四时而是寒暑,中老年人要学会顺应自然的规律,用智慧和耐心来呵护自己的身体,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,用一份温暖和关怀,为自己和家人助起一道健康的防线,愿每一位中老年人都能拥有一个健康、快乐、美好的冬季。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